好,我们刚刚听到亚萍有分享了一些,当然我知道案例,当然我们不能很明确的把它讲出来,但是就是大概让听众朋友了解你,你可能每天需要,必须面对的事情,那其实挺繁琐的,就是你,你是,你算是第一线吗?就要去访谈那些家庭的人。 每天就是在路上跑来跑去。 其实你负责的是那个儿童保护,保护是不是?少年,目前,对,所以其实你接触到大部分其实都是属于比较,父母亲对小孩有暴力的,暴力的行为这样子的案例,对不对? 你刚刚有提到,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,可能大家现在正在一个很尴尬的世代的交替期,就是我们上一代或上上一代的比较传统的思维,其实还在。 不是说传统都不好,只是有些人可能他是用以前的传统里面的严厉的那一面,还继续维持,然后摆在现在或许对某一些孩子,或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来说比较不适用。 不是那么合理啊。 对,然后可能就造成家庭里面的一些纷争。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,尤其是父母之间,如果你们对那个态度又不一致的时候,就其实越容易一起冲突。 分歧会很大。 对,就很容易一起冲突。 对,那你刚刚有提到说,就是其实有些父母亲其实也或许不是真的这么差劲。 他们可能其实是期望太高,爱之深,责之切。 然后就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,可能觉得自己是为了孩子好。 对,那可能孩子受不了,无法承受这样子的教育方式,然后就会导致很多家庭的不幸。 对,那你刚刚就接触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了。 对,那早在你从事这个行业之前,其实你这个过程当中,你还接触过很多其他的一些关怀,志工这样子的工作,对不对? 听说你曾经也参与过一些比较灾变方面的。 对,灾变的一些现场。 921啊,然后之前有做过空难啊。 哇,那个好沉重哦,一般人真的很少能够接触到这样子。 大概平常比较少接触到这个方向。 那听说921是不是真的让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? 我觉得会,因为那是我觉得好像这一个,应该是我这辈子遇到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灾难。 所谓的天灾或是这个部分,我那个灾难,我觉得那个让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撞击啦。 包括说第一次感觉到那种恐慌的状态,然后加上又比较年轻那个时候。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被指派去那个东兴大楼,台北市有个东兴大楼,在921的时候。 全倒了。 对,全倒。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,因为大家对于社工不是那么明确说你做的工作是什么。 对,那我觉得除了。 大家只认实际的致富。 对,然后我们就除了做那个所谓的家属关怀之外,我记得我们被指派了一个工作, 就是去协助认识。 哇,那个很沉重欸。 对啊,我觉得那个压力,尤其是我觉得一个这么还蛮年轻的。 毫无防备,没有准备的。 对,没有准备的状态。 它是个很突然的一个天灾嘛。 然后你想说一个二十几岁的人,有多少人看过一个,嗯,就是不认识不明的那个遗体。 对,对。 对,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次值班,好像就是刚好接到这个任务。 嗯,然后我还记得,我到现在都还记得,那个在凌晨大概四点多吧。 对。 嗯,然后你已经很疲惫,因为从晚上开始值班,已经非常疲惫。 然后,我记得从前线有回报说,诶,我们有看到,呃,一个人,对,然后准备要开挖这样子。 对。 那因为你知道就是,就是在东兴岛那边吗? 对,在东兴岛。 然后那是一个很,怎么讲,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都是压的乱七八糟。 所以你要,你要,你要,你要对你,真的在瓦力里面。 真的在瓦力里面,你要把它挖出来,你还要做很多的,预防说,预防说哪边,会因为你这样挖下去,它会倒了,或者怎么样。 因为你不能确定它的,不稳定因素比较大。 对,那就慢慢弄,慢慢弄。 那我记得那时候心里好忐忑,嗯,就是你很期待它赶快出来。 又希望,又希望你不要出来。 对,我就希望说你要不要出来,而且你不知道它出来是完整还是,是什么样貌。 对,你,你还是很恐惧啦,就是,嗯,对一个人来说,我们平常就算家人,它也是一个比较,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样貌嘛。 对。 对,然后,然后那个时候,我记得我就心里在想说,你出来,你出来,你出来,你赶快出来。 可是就过了下一秒,我可能会觉得说,啊,算了,算了,算了,我还是放弃好了,我真的有勇气嘛。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规则是说,如果他出来之后,我们去看了遗体特征,然后我们要去找家属。 对。 嗯,那如果找得到家属,就陪伴家属进来认识。 嗯,对,那如果找不到的话,我们是必须陪这一具遗体,一起坐上车,一起到殡仪馆这样。 嗯哼哼哼。 对,虽然那时候不理解为什么啦。 对。 对,但是就是觉得还,会很怕,因为他毕竟不是你的亲人。 对,那你必须坐在遗体的旁边,嗯,然后护送他到,到殡仪馆的时候。 对。 其实,你就会想说,好啦,你赶快出来,我会赶快帮你找到你的家人。 对。 自己心里默默会有这个,这个想法跟念头。 嗯哼哼,然后就一直在那边谈谈谈谈,然后一直等到,六点吧。 约末六点钟,天已经都亮了,他都还没有出来。 那我就想说,天亮了耶,你是不是该,出来见见你的家人。 嗯哼哼,心里会这样,然后才,哎,好像一个冬孽。 你心里一直跟自己,还有跟他对话。 对,会一直跟他对话。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是男生女生,那时候我还不知道。 那一直到,大概快,他们已经说,哎,我要倒出来,然后针药送出来的时候,他们才说,哦,是一个女生,这样子。 然后那时候就,我记得我今天好紧张,我就拿着我的纸笔,然后我就好,好害怕,就越走越慢。 嗯哼哼,因为他就在前面,我要去看他。 沉重的脚步。 对,我就很,很沉重,然后就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走过去。 然后我记得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,我整个有松懈耶。 很奇怪,因为他就很完整,然后又其实干干净净的。 他只是因为头撞到失血过多。 你很害怕他会是可能已经不完整,那你不想要怎么面对这样的场景。 对,我不想要怎么去面对那个场景。 对,那那时候我其实,其实我一方面也帮他高兴,是说,至少他好像,至少,那个时候法医跟我们讲说,他可能。 他可能也没受那么多痛苦。 因为他真的是头撞到。 那家人可能也比较容易能够,对,比较能够辨识的出来。 对,他还算完整,那家人比较能找到他。 对,那我就记得我写完他特征的时候,我就一路走到,因为我们是要到前面,我们在管制区嘛。 我要走到前面那边去宣读的时候,就是要去把这个条条子递出去的时候。 我其实那时候走出去,我觉得,呃,心情是,第一个是沉重,第二个是觉得说,他好年轻哦。 那个时候的想法,因为你已经看到他了。 我就觉得他好年轻哦,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 对,为什么发生在他身上。 对,会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,然后发生在他身上。 嗯,对,然后到前面去,你就看到所有的人看,因为我们那个拿那个东西,大家都知道是要做什么。 对,一走出去,所有人都盯着你看。 希望你讲出来的东西是符合他们心中的期盼。 对,然后你就看到他们的,他们的眼睛里面,其实很,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纠结的眼神。 就是,好像很像是。 希望你讲的,就像你刚刚的心情。 对。 你讲到的,你在等待的心情,你希望是,你又希望不是。 对,你就发现他们每个人就是,看到你出来每个人都很紧张,一直聚精会神想要听。 对。 可是又觉得他们好像不愿意接受说,这个东西出来是他们的亲人。 我觉得那个,因为尤其是你讲完之后,有几个人就走出来了。 他就跟你说,那应该是他们家的谁这样子。 对。 然后后面,你就看到其他,其实那时候还有看到其他人。 对。 他们突然松一口气耶。 就是,啊,不是。 对。 好像还有,还有个希望。 对,好像还有希望这样。 对,然后后来就带他们进去,我觉得那一路上好像,嗯,我突然觉得那条路好远。 其实也不过就是转一个弯进去。 对。 可是我觉得那条路好远好远。 因为你就一直隐约听到他们在讨论。 然后,很妙的是,欸,不能讲妙啦。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情境,就是他们好像也没有, 当下第一瞬间也没有表现出那种悲伤或是什么。 我觉得那是个压,很压抑的过程,然后会顾左右而言他。 嗯。 就他们会说,哦,是完整的吼。 然后我们就,嗯,对,他们说,哦,这样也不错。 安慰自己,在那个时候还要找力量支撑,要支撑自己。 对,然后他们就两三个家属就说,哦,那。 那没说,自己痛苦的看。 就是你会听到他们在讲一些,真的不是在。 在找最后一丝安慰,对。 对,然后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心情就很难过,又很沉重。 嗯。 然后是他们一直到看到他的那个时候,把他们就整个情绪大功, 就是大崩溃这样,开始哭啊什么的。 那你也,我觉得那时候当下真的不知道你第一瞬间要做什么。 你也很,你也很,那个,手足无措吧,你不晓得该从,怎么样。 怎么下手。 对,你要怎么下手,从哪个点切入去。 嗯。 你要说安慰呢,他们又觉得,你又没办法体会他们的痛。 嗯,因为毕竟你不是他。 你不安慰。 对,你不是他,你也不是他们的亲人。 那你不安慰,你又觉得自己很没用。 对。 对不对。 是做不了什么的感觉。 没有办法做什么,后来我觉得选择就是,默默地陪伴他们。 对。 然后就是,等在旁边。 嗯。 我觉得至少让他们知道说,如果你有什么疑问,或是你有什么疑问。 我们随时都在。 对,我随时都在。 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陪伴的过程。 嗯。 然后,等他们都处理完,就是认的部分,他们送他们上车,然后离开现场。 我觉得才觉得说,这件事情已经大概的完结。 可是那时候也会觉得说,还蛮庆幸自己其实,可以活得很健康。 嗯。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,当然不是为了,不是用别人的不幸来,来砥砺自己啦。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,其实你在这一场人面。 你很珍惜。 你要很珍惜。 活着就是,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恩赐。 对。 那种感觉。 真的。 哇,这种人生经验。 不过,当然这是很沉重的一件事。 这个九二一灾难是全台湾人共同承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伤痛。 对,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国外也是。 吓到。 非常。 对,那是我出国可能,刚出国的第一年吧。 嗯。 对,可能刚开始而已。 然后就,听到台湾九二一的消息是非常非常的。 那个时候还状况歪,你知道。 而且那时候很多讯息是。 很普通的。 对,讯息不是很明确。 那,当时在国外接收到的消息是听到说, 台湾大地震。 然后你就想说,嗯。 啊,大干嘛你地震。 哈哈哈哈。 没有那种感觉。 可是,前面加一个大,就觉得好像不太妙。 那是大是多大。 好像严重一点点。 对,好像应该就是比,可能四级五级这样。 六级倒了不起吧,那种感觉。 然后说大是多大。 然后当你听到人家跟你讲说,房子都倒了。 你想说,完蛋了。 对。 然后那个时候你心里的无助感是觉得, 哈,那这下怎么办? 我也回不去啊。 你知道这么远的地方。 远水救不了近活。 对,然后你刚刚讲到你在东兴岛。 我第一个看到的台湾九二里大地震的画面, 就是东兴大楼。 就是东兴大楼。 所以我快吓死了。 因为东兴岛在台北。 对。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,我看到的是CNN的画面。 哦。 它上面,我就看那是台北东兴大楼。 然后CNN下面的跑马灯写, 正央在中部。 我想说完蛋了。 因为我们家在中部。 我想说完蛋了。 因为家里电话都打不通。 嗯。 所以那一刻的那种,你知道那种无助。 对,但当然很,一方面你很庆幸自己, 好像没有参与到, 或是没有经历到这一个大战。 另一方面你非常, 嗯,非常怨恨自己, 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跟着家人一起。 没有陪伴在他们身边的那种感觉。 对,就是陪伴。 好,就是那种感觉。 我现在当然不管这个, 这个,呃, 当然我们刚刚聊到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个事件, 可是当时你会, 就又觉得自己为什么, 为什么不在场。 好,那种,那种, 也就是很矛盾的一个心情。 对,对,对。 不过我想, 雅萍参与到这样的人生经验。 嗯, 我觉得老天爷是派了好人, 派了你这个好人, 去来完成这样子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。 好,我们稍微休息一下, 等一下听雅萍更多的人生分享。 先到了这个viol源。 夏天aa…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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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…,. 感谢观看